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跟大家聊聊使用S10 Plus一年的心得 影片開始前記得按下訂閱按鈕那開始囉 先來說說為什麼我沒有買S20好了 應該有不少人跟我一樣是同一種 就是新機剛出來的時候好想買好想買啊 俗稱換換病發作 但是你我都知道這次三星隔了很久到3月多才在台灣發表新機記者會 公佈預購及正式發售日 等待的那個時間就逐漸冷靜下來 假如是今天發表後天預購可能理智線就把持不住了 這些日子我仔細看了一下S10 它也賠了我365天以上 所以就來說一下一年多的使用心得 我分別講三個優缺點 先來說說優點 第一點是螢幕 我喜歡S10的螢幕色彩 三星似乎習慣把最好的留給自己使用 同樣都是Emoled 有些看起來就是沒這麼飽和 加上因為螢幕的關係導致每次拍照出來的相片 我都誤以為我自己是拍照高手 另外因為挖動極限螢幕 整體的沉浸感又比以往的手機來得好 第二點是重量及大小 三星在旗艦手機的大小重量控制算是到了如火純青的地步 這幾天去智慧館摸了一下S20的系列手機 大小跟整體配重還是相當不錯 不會有那種頭重腳輕的感覺 第三點是One UI 這一點算是跟其他安卓手機有點不一樣 畢竟在Google建議樣板下 還能做到大幅度修改的廠商可能也沒剩幾家了 其中就屬三星的One UI最為知名 整體的操作跟原生系統相似 可是三星在小細節的注重讓你的手機更好用 另外系統內容的Sansom Pay真的是我的愛用 從底下拉出來直接付款 你看多方便 你一定想說怎麼沒講相機這部分 因為我並不是專業攝影 我覺得從S8-S10相機的進步很有限 但以日常生活來說已經很夠用 要說它是優點很奇怪 說缺點又太嚴格 所以這邊就沒有提相機的部分 那接下來說說缺點的部分 第一點是電量 我原本以為4000mAh夠用 殊不知我覺得耗電有點快 仔細想想這幾年一直重複這狀態 新手機拿到之後覺得電量的帳面數字變大 想說一定很夠用 結果隔了一陣子 開始覺得怎麼這麼耗電 後來安卓版本大更新 又忽然覺得很像更順更省電 再來又不知道隔了多久 又開始覺得怎麼這麼耗電 從S6到現在都一樣 每次更新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心靈加成 總之以我日常使用來說 我覺得電量的部分是有點不夠的 可能要5000mAh以上才夠 另外耗電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原廠附的充電頭是15W 是要充到什麼時候 第二點是處理器 從Note10之後 在台發售的旗艦手機都用高通系列 雖然不是說自家的處理器很差 但能用高通的話 大家還是會開心一點 一點 第三點是超聲波指紋解鎖 超聲波指紋解鎖 對保護貼的厚度要求很高 所以選擇較少 除了軟膜之外只剩下UV鋼化玻璃膜 所以我去智慧館貼一張500塊的軟膜 那個軟膜跟出廠搭載的膜根本差異很大 你看我手機上面吃指紋吃到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保護貼了 所以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還是去貼品質比較好的保護貼 或者玻璃貼吧 今年要買S10系列的話 我覺得可以多加考慮 畢竟有S20系列擺在眼前 你可以從S20跟S20家去比較看看 當然如果你能找到便宜S10系列的話 還是可以入手的 加上明年還可以享受最後一次的 安卓大版本更新 就是安卓11嘛 至少還可以打個一兩年是沒問題的 下個禮拜的影片主題會是 Galaxy Watch的一年心得 這樣會不會太偷懶 應該不會啦 好的 今天的S10使用一年的心得差不多說到這啦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